跟洗拉拔一样 它刚好中间就有一个肌肉在这里 然后呢 你就用这四根手指头 割肢窝的深处呢 你就这样子捏它 这样子捏它 然后在捏的过程当中呢 你的手就上下的这样动 这个原理就像我们 点滴在掉的时候 橡胶管里头有气泡 点滴滴不下来了 这个动作就是帮助我们 当你的血没有办法回流到心脏的时候 这样的话呢 你不要以为这一招好像 没有什么很深的学问 我教过的同学里头 已经救了两个人 就是有两个人救了两个人 你在外面在用餐在完的时候 假设有人倒下去 大概只有四十秒钟的时间 等到打电话要求再过来 再你到医院的话 我看没有四十分钟搞不定 你到那边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呢 你这样子做 你把它弄个七八下 然后呢 再来 再另外一边 再七八下 假设真的情况很严重 家里或者外面有人的话 一边一个 一个抓右手 一个抓左手 那这样的话效果更好 那你假设自己觉得有点不舒服 你就左右手交替 每一边做个八下 你来回做个三四趟 气一通了 你这难关就过了 赶快去看医院 那这样的话你就有救 所以呢 这一招呢很管用 尤其这个急救 又保养的这个呢 一定家里头要有两个人会 免得我会 结果我自己倒下去了 旁边的人不想要救 那就学的就白学 所以教我的老师呢 他就要求 家里头一定要有两个人会 那今天呢 我们就交到这里 再来一个人